踏入2023年 全球加息壓力有所舒緩 去年在逆境艱苦掙扎的全球樓市股市逐漸回暖 香港二手住宅留今年首季上升5% 在全球市場中的表現算是突出 今年樓市逐步復常 樓價已由低位回升 年初至今已錄得約5%升幅 入市氣氛正面 本港樓市升勢是有成交配合的 並非虛火干升 屬於比較實在的市場 今年首季一手住宅 樓錄得成交中數2772宗 及金額327.8億元 按季各升1.14倍 二手住宅樓錄得1.0223萬宗 及863.7億元 按季上升58.9%及55.4% 中數及金額同創 2022年二季度的1.0853萬宗 及965.4億元後的3個季度新高 環顧世界主要城市 樓市表現頗為參差 英國房屋數據公司Lonres統計 截至今年3月底的12個月內 倫敦市中心樓價下跌近5% 韓國3月樓價連續第10個月下跌 但跌幅收窄至5個月以來的最低 韓國房地產委員會數據顯示 3月全國樓價指數按月下跌0.78% 比較2月的1.15%跌幅收窄 是去年10月以來的最小跌幅 隨著美國加息幅度放緩 股市立刻展現升勢 恒生指數今年首季約有3%升幅 美國道指升幅約0.4% 雕指升7% 代表科技股的納指成績出息競升16% 扭轉去年大跌33%的趨勢 市場預期今年美國加息步入尾升 5月加息後很大機會告一段落 據美國利率期貨顯示 今年如下時間美式育星武力 去到年底甚至有減息的趨勢 既然美式升勢即將止步 資金將會快人一步流入樓市及股市 令市況轉躍為強 不者預料 去年展現強勢的美國樓市 或會有比較好表現 其他主要大城市也會得益 投資市場千變萬化 常常超出人們預期 作出任何投資都不宜傾盡全力 更不應超出個人的控制能力範圍 在投資樓市及股市時 都要為自己留後路 成功 既然沒有任何人